100元搞事,不顧沖浪媽同鄉偷東西 來自湖北的她,昨天早在北角 遛69歲的卓伯上房搞事 去不去一百塊錢? 一上去,她就叫卓伯先洗澡 還說洗澡房潮濕 把卓伯脫了的長褲拿出去 偷走褲袋裡面 積值14000元的手錶 和1300元的貨幣 再交給暗中入房的同黨 接著就弄響電話鈴聲 假裝有事先走 以為這麼易得手嗎? 落到街,她和三個男同黨 立刻被埋伏的警員人裝並獲 消息說,她們一行三男三女 在湖北同鄉 前天拿雙情證來香港 在春央街租了三間日租300元的劏房 之後就分組在街頭找禮物 在5月和8月,北角區已經發生過兩宗 劉恩偷嫖客的事 在1971まして 美麗格拉 防禮祂